预定大火房水库野生鱼的餐厅多数为高端餐厅 大火房水库有机鱼更是这些餐厅招揽顾客的金字招牌 每天晚上订单 他们接到单之后每天早上都是十点半左右给我们送到 每天大概就是双腰热的话比较多一些十七八条 平时每天就是十条左右 薛长涛从事餐饮行业二十年 现任某餐厅行政主厨 首先是皮毛上它就比较黑比较光亮 外观上它就头要大 这第一个区别 第二就是这个肉感 肉感它就发白发紧 吃起来没有土性味鱼鲜味 来到这B点我们家大火房水库有机鱼 对我们营销都知道 就不用介绍就来吃这条鱼来 这家餐厅做鱼宴的特点就是大 无论什么品种什么做法 专挑最大的鱼来做 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 哇这么大的一条鱼 我来抱一抱看有多沉 这么沉呢 我自己试一下啊 不自己完全抱不动 这对我多少斤 大概二十斤 二十斤这是什么鱼啊 草鱼 这么大个儿的草鱼 咱们这是什么做法 加炖 加炖二十斤的草鱼 我第一次看到过 我看这个个头 大概得有六七十厘米吧 差不多 这就是大火房水库啊 野生的二十斤的加炖草鱼 而另一家餐厅 则打出了一鱼多吃的招牌 鱼的做法呢很多 我们是一鱼多吃 比如说是汤头鱼头可以做汤 我们的鱼尾呢也可以做为我们的酸菜鱼 酸菜鱼 对对对 那边的这个水煮鱼 这个鱼头 传统的手打鱼丸套 是纯手工制作的 这个是用我们的鱼尾 这个是胖头鱼的鱼尾吗 对胖头鱼的鱼尾 胖头鱼的鱼尾 然后手工打成泥 自己做成的鱼丸啊 我以为就是普通的肉丸呢 原来也是用这个鲜鱼的这个嫩嫩的这个鱼肉做的 哇 好嫩啊 鲜嫩鲜嫩的感觉 而且一点都不属性 这下味道就是非常的鲜美 然后再喝点这个汤 我觉得非常完美了 啊 离不开水 好水呢也离不开鱼 大火防水库承担着全省 一半多人口的饮水的一个重担 这里水质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水安全和人们的健康 现如今大火防水库正在积极探索 以鱼养水大力发展保水渔业 逐渐形成了有机鱼 养出优质水的新型鱼水关系 同时这里的有机鱼啊 也成为了一张精明片 玉满全省走向全国 大火防水库历史悠久 郁郁生命 我相信它的未来会更纯更美 海纳百川奔逃不息 愿这份自然天长的雨水之情 健康长久的延续下去